外型甜美別與名笑的日本主播 幾山馬里子 2004年加入電視台擔任播報員 2009年升格人妻後 離職成為自由女主播 但之後卻被曝出和廣告公司人夫大搞不倫 慘遭老公休妻 不過幾山馬里子視為機為轉機 深知自己已被外界視為肉食女 所性解開枷鎖 該走脫衣賣肉的性感路線 擁有33D奧倫上圍的幾山馬里子 轉型的第一站就是拍攝寫真DVD 拼命倒奶放送乳播 還打敗眾多寫真女星 推出首周就奪得冠軍 接著又加碼在網路上曝光多張內衣照 直說這是作為2014年的總結 和2015年的新開始 當中更有一套膚色內衣 乍看就像是全裸上陣 噴血指數讓網友瀕臨瘋狂邊緣 大讚他火辣漂亮又迷人 不過也有毒蛇的網友很酸 是要下海賺皮肉錢了嗎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幾山馬里子外遇偷吃後 對方妻子提告求償100萬日元的遮羞費 所以他才能需要借拍攝寫真集 來支付這筆賠償金 耶穌樂訓練中心特別報導